圣灵充满的生命 提摩泰 凯勒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向愚昧人 当向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河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以福所书五章十五至二十一节 保罗没说 被圣灵充满是某种成就 他并未让我们设定远大目标 能成为少数几个 被圣灵充满的人多好 不是 他是命令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这命令大家都知道 我想最好要讲仔细 讲具体一点 被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 所以 从今天这一段经文 我要问三个问题 看这段经文怎么回答 一 被圣灵充满是什么 二 你怎么知道自己被圣灵充满 三 如何被圣灵充满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被圣灵充满是什么 想回答这个问题 最好回到十八节看这个命令 这里有个比喻很有意思 其实不是比喻 是比较 保罗并不是命令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他命令我们不要醉酒 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个比较令人惊讶 这表示被圣灵充满 一定有点像喝醉酒 但又不完全像喝醉酒 否则他不会警告 你别喝醉酒 一定是有点相似 否则没有危险 就不需要警告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一定也有不相似的地方 否则何必仅告别喝醉酒 喝醉酒和被圣灵充满 有什么相似和相义之处 想回答这个问题 最好先了解被圣灵充满 首先 喝醉酒有一点点 像被圣灵充满 因为在史图形传二章 圣灵在五旬节那天 第一次降临教会时 大家被圣灵充满 就喜乐放胆说出方言 记不记得群众聚集起来 看见门徒被圣灵充满时 他们说什么 说门徒喝醉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喝醉酒和被圣灵充满 有一点相似 我们知道 喝醉酒的人会放下矜持 会比清醒时还大胆和快乐 我起先是在南方一个小镇的 一个小教会牧养十年 小镇上有个酒鬼在教会长大 是我那个教会的会友 他的名字叫卡尔 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时 我是个二十四岁的母士 当然他来告诉我 他要改过自新 他走进来步伐很稳 他喝酒时步伐仍然很稳 所以你看不出来 他有没有喝酒 要靠近才会闻出来 他坐下来讲了一番 慷慨激昂的话 他说 我做错过很多事 他说的没错 多年来他抢劫 说谎 欺骗 伤害人 他说 我现在要改掉这个 那个 我要认错 要这样那样 一副很勇敢 很诚实的样子 身为牧师的 我当然拍手叫好 觉得太棒了 他说 牧师 我是特地来跟你说这个 但就在初次见面之后不久 教会里的人对我说 卡尔只有在喝醉时 才会勇敢 诚实 喜乐 他清醒的时候 完全两样 会很胆怯 酒精可以抑制恐惧 让人拥有清醒时 没有的勇敢和快乐 所以被圣灵充满 有点像醉酒 因为会让人放胆和喜乐 使徒行传二章记载的 五旬节情况 就是这样 但是被圣灵充满 显然有一点和喝醉酒不一样 保罗凭直觉知道一件事 今天的经验和科学可以证实 那就是 酒精是抑制剂 这你知道吗 你可以去查 在化学物质和药品类中 酒精是一种抑制剂 你也许感觉意外 因为喝酒会觉得心情好一点 变得勇敢快乐 但之所以会勇敢快乐 是因为酒精抑制部分大脑 会抑制大脑的作用 让你比较看不见现实世界 原本让你害怕的是 现在看不见 换句话说 会限制现实 会抑制大脑 但圣灵用相反的做法 给你喜乐和勇气 有个最好的例子可以看出来 去看旧约圣经猎王记下六章 猎王记下六章记载 一个伟大的先知以丽莎 以丽莎有个仆人 以丽莎和仆人所住的城里 造敌军包围 而且敌军数量庞大 他们隔天准备进攻 但以丽莎不担心 她喜乐 勇敢 大有信心 但可怜的仆人吓坏了 问她主人说 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 以丽莎有两种做法 帮助仆人面对这个情况 第一种做法是让她喝醉 这会有效 因为酒精会 让你比较看不见现实的情况 因为比较看不见现实的情况 就有勇气去面对接下来的情况 当然 以丽莎没这么做 她怎么做呢 她向神祷告说 耶和华啊 求你开她的眼目 使她能看见 神就开了这仆人的眼目 这一下子 她不只是看见 肉眼所能见的物质世界 还见到超自然的世界 这些有名的经文说 她的眼目开了 她看见满山 有火车火马围绕以丽莎 他们都是神的使者 换句话说 神和以丽莎的做法 不是让她少看见现实世界 才有勇气去面对可怕的敌军 而是让她看见 全部的现实世界 让她看见神 看见神的使者 看见超自然的现实 看见神要在世上动的功 这是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 会让你看清现实 看清一切 约翰福音14到16章 耶稣说 圣灵来了 会荣耀我 会跟你们讲我的事 圣灵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换句话说 圣灵的工作 是要告诉人神是谁 耶稣是谁 他做了什么 你在基督里是谁 他要让你明白 让你的心思意念明白 让你的内心深处明白神 神的救赎 神的功 是你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 以至于从前会让你害怕的事 现在不会了 以前会让你自高自大的事 现在不会了 以前会让你丧气的事 现在不会了 因为是神在掌管现实 不是人生的处境 现在什么都不会让你害怕 什么都不会让你灰心 因为圣灵的工作 就是要传达神是谁 耶稣是谁 他为你做了什么 以及你在基督里是谁 换句话说 被圣灵充满 不只是会很快乐 很多方法会让我们快乐 鲁医师有句名言 探索基督徒信仰 不是为了快乐 若我想要快乐 喝一瓶波特酒就可以半岛 你若想透过宗教 让自己觉得舒服 我不推荐基督教 为什么 因为被圣灵充满的喜乐 不是那种会让你忘掉烦恼的 肤浅喜乐 洞悉一切真理和现实 才能使你超越烦恼 圣灵充满 带来了超自然的全盘洞察 你看十五至十七节 保罗如此期待已辅索的基督徒 关键是被圣灵充满 他期待智慧 领悟力 他曾说要谨慎言行 谨慎一词 一指非常留意 慎重 是知性的词汇 圣灵的充满 是更高层的心智运作 是透过超自然的看见 让你洞悉一切现实 尤其是认识神 他的救赎和一切作为 让你时时刻刻非常留意那些事 以至于你的生命显出勇气和喜乐 不管你的城被多少敌军包围 这是圣灵的充满 圣灵来告诉你 耶稣是谁 他做了什么 神是谁 他做了什么 让你的心思意念 能洞悉这一切时 你的人生完全有这些主导 从此你不再胆怯 不像酒醒的隔天 第二 如何知道自己被圣灵充满 这样的人有什么特质呢 看十五至二十一节 被圣灵充满的人有一些特质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被圣灵充满 有什么特点呢 如果圣灵向你的心传达这个信息 如果你经历到圣灵的充满 值得一提的是 被圣灵充满一词是现在进行式 它不是叫你被圣灵充满一次就好 也不是偶尔被圣灵充满 而是要持续被圣灵充满 让圣灵持续与你沟通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引述十五至二十一节经文 是因为一般讲圣灵充满 多从十八节讲起 但我要大家看十五到二十一节 因为十八节的前后脉络很有意思 希望大家明白 被圣灵充满违反人的直觉 一方面是谦卑看清现实 一方面又充满喜乐 请看十五至十七节 保罗一方面希望他们有智慧 要怎么得到智慧呢 就是要被圣灵充满 什么是智慧 这是个很大的主题 因为有很多经文谈到智慧 但智慧至少一直看清现实 有智慧的人不是暴理想主义 不是很天真 不是把所有的是美化 圣经说有智慧的人能看清现实 通晓事理 明白事事 是讲求实际的人 看这段经文最后 被圣灵充满的人有一个特质 二十一节 当存敬为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这表示你在别人面前要谦卑 敬畏也是一直在基督面前要谦卑 在基督面前要谦卑 在别人面前谦卑 这不同于其他说法 除了说被圣灵充满 像喝醉酒 基本上都形容为很亢奋 通常我们谈到亢奋 都是指吸毒 但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人亢奋 很多书在叫人克服恐惧 成为有自信的人 你知道大家都怎么说吗 要除去负面的思想 别把焦点放在自己的缺点 或可能发生的事 要有正面的思想 要想你所拥有的 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 这是亢奋 为什么 因为你为自己的成功 为自己感到亢奋 别把焦点放在缺点上 要想着你的天分和才华 你若是成功 确实会感到亢奋 但这和被圣灵充满相反 因为被圣灵充满 会让人看清现实 让人谦卑 因为亢奋而来的喜乐 因为成功而来的喜乐 必须一直有正面的思想 但被圣灵充满不是这样 被圣灵充满的喜乐 就像星光 因为夜越深 星光越亮 被圣灵充满的喜乐 会随着人生处境的恶化 而越来越亮 你有这种喜乐吗 保罗在歌林多后书六章 谈到这种喜乐 他说 似乎忧愁 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的 保罗说 基督徒常常忧愁 但绝不会不快乐 因为谦卑看清现实的人 也会有大喜悦伴随而来 不会离开 为什么 因为被圣灵充满的人 能够洞悉现实 深入认识神 了解超自然的事 和神的计划 不是把焦点 放在自己和自己的优点上 所以才会越来越强烈 夜越深 喜乐越大 你有这样的喜乐吗 这种喜乐是从灵来的 不是看处境 处境越不好 喜乐越强烈 你说我没有这种喜乐 那你就不了解这种喜乐 或你说 我有一点点这种喜乐 那你就只了解一点点 这是其中一个特质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在十九至二十节可以看到 这是很大的喜乐 用诗章 诵词 民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河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被圣灵充满的人 有这种特质 我要特别解释一下这段 从心里向主歌唱作曲 这句话听起来 好梦幻啊 从心里向主歌唱 作曲 仔细想一想 含义深刻 第一 被圣灵充满的人 不是想着神的事 这句经文不是说 从心里歌唱神的事 而是向神歌唱 和神说话 被圣灵充满 是指圣灵真实同在 你感觉到他的同在 从心里向主歌唱 作曲 是指你非常喜乐 你在神面前非常喜乐 以至于想要作曲赞美主 不善于作曲的基督徒 还是可以扯开喉咙唱 我想神除了欣赏好诗歌 也欣赏诚意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被圣灵充满 一指圣灵 把抽象的真理 把圣经中的教导 变得很真实 让你觉得 神与你同在 你在他的同在中喜乐 时时刻刻感受到他的同在 那喜乐如此强烈 以至于你想作曲赞美主 所以被圣灵充满 是谦卑的看清现实 并且伴随大喜乐 这两者是圣灵充满的特质 随后我想在座每个人 可以归为其中一种 有些人会说 这我从未经历过 其他人会说 这我还经历得不够 我想应该分成这两种 第三点 如何被圣灵充满 我想讲实际一点 但不想牺牲重要性 你若想知道 如何被圣灵充满 我来举个例 有一处新约经文 很多人不会想到这处经文 这里讲到一个 被圣灵充满的人 来看看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常哭 常流泪 为拉撒路哭 为耶路撒冷哭 他多受痛苦 可不是吗 全世界的重担在他肩上 我们会说 自己肩上好像有千斤重担 但全世界的重担 都在耶稣肩上 非常沉重 但路加福音十章 和马太福音十一章都提到 耶稣充满圣灵和喜乐 那次特别感人 我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章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说 正当那时 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 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项 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他被圣灵充满 耶稣体验到极大的喜乐 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 他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项 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 第一 他在提醒我们 没有人能找到神 没有人能够自己去找到神 没有人做得到 神必须彰显 自己才行 神必须来向我们彰显自己 但他向谁彰显自己呢 不是聪明博学的人 不是有成就的人 不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不是骄傲的人 是婴孩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属灵的角度 耶稣显然是指 你必须像婴孩一样 意思就是 无助 软弱的人 他们知道自己需要恩典 知道自己没有盼望 除非神是恩拯救他们 有些人骄傲 有成就 做事凶有成竹 有些人很失败 自己也清楚 属灵破产 道德破产 他们扑倒在耶稣脚前 祈求恩典和怜悯 耶稣在做什么 他看明福音 这让他充满喜乐 充满圣灵的大能 他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赞美你 为什么 因为你是恩典的神 你不把世人分成好人与坏人 而是分成骄傲的人和无助的人 并且施恩给无助的人 你想看看 被圣灵充满的人 身上有圣灵的大能 并且流露出喜乐和勇气吗 那就看看耶稣说 我赞美你 父啊 天地的主 因为你是施恩的神 你会说 耶稣不需要圣灵 没错 祂是完全的 在神面前没有过错 但若没有圣灵的充满 祂是寸步难行 你也一样 想知道 祂怎么找到的吗 连耶稣都想了解福音 彼得前书一章后面说 连天使 也想详细查看福音 福音实在太丰富 太美 连天使 都想详细查看 当耶稣查看福音时 就被圣灵充满 你也会被圣灵充满 你今天有什么困境 无聊吗 心中死气沉沉吗 这是因为 你忘了恩典 或从未明白恩典 因为奇妙的恩典 会让你内心不死气沉沉 你忘了恩典的奇妙 你觉得自己比某人好吗 你在生某人的气吗 你在怨恨某人吗 这是因为你忘了恩典的奇妙 恩典会融化你的心 使你谦卑 你忧虑未来吗 这是因为你忘了恩典的奇妙 看看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你做了什么 容我分享 你可以如何效法耶稣 诗篇五十一篇 大卫焦急地向神祷告说 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他为什么那么焦急 因为他怕会失去 圣灵的喜乐和能力 他为什么怕 因为他犯了罪 他犯了奸淫 还杀了人 这是另一件可怕的事 大卫犯了罪 他知道圣灵是圣洁的 神的圣灵无法与罪同在 他知道自己犯了罪 所以很害怕 他知道自己理当被神唾弃 知道自己理当失去圣灵 他求神说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结果怎样 神没有收回 虽然他理当失去圣灵 神没有收回 圣灵仍与他同在 大卫保住圣灵 再度被圣灵充满 多年后 比大卫更大的那位 比他更大的那位后裔 耶稣本身完全无罪 活出完美的生命 却呐喊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 不要收回圣灵或眼面不看我 不要离开我 耶稣说 不要离弃我 但神离弃了他 有罪的大卫向神说 我不要失去你的圣灵 结果没有 但完全无罪的耶稣对神说 我不要失去你的圣灵 结果却失去 为什么 因为耶稣是代替我们的处境 承受大卫和你我应得的唾弃 耶稣失去圣灵的充满 好叫你我这些罪人 能得到圣灵 你要查看 你要查看 直到你不再觉得无聊 直到你除去不爱人的心 直到你不再忧虑 直到你可以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赞美你 因为你是施恩的神 因为你为我成就大事 你好好思想 查看这些 求圣灵眺望你的心 他就应允你 你会经历到圣灵的充满 你想被圣灵充满吗 第一步 你必须被耶稣充满 也就是必须变成小孩子 祈求他的怜悯 仰望他来拯救你 你要凭信心和他联合 想被圣灵充满 首先要被耶稣充满 第二 想被圣灵充满 我问大家 你是不是常常思想 耶稣为你做的事 思想他是谁 你不能说 你们只是讲教义 研读圣经 但我要神秘的经历 你难道看不出 被圣灵充满 其实就是对神火热 就是圣经的教导和圣灵 变成你真实的经历 你有没有常常读圣经 有没有常常和别人 一起读圣经 你每天花多少时间 祷告和默想 是否让圣灵有机会 在你身上动工 你有这样做吗 你有没有与神同行 还是隔周来一次教会 寻求启发 我们要自律 要有系统的学习祷告 读经 团契 敬拜 透过圣经和圣灵 你可以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赞美你 并且因圣灵而喜乐 因他是恩典的神 并且因他为了